大家好,我是杨风 两个星期前 中国股市中的上证指数 跌到2500多点 而同时期的美国纽约道琼指数 是落在25000多点 这就造就了一个笑话 这笑话是说 其实美国与中国的股市表现 是差不多的 因为他们只差了那么一点 这一点是在哪一点呢 是在那一点小数点 一个是25000多点 而另一个则是2500多点 这当然是一个笑话 只不过不幸的是 到了第二天 中国股市又跌破了2500点 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 中国股市就一路跌跌不凶 跌了两成多 当指数长期的 在2600多点徘徊的时候 这就引起了股民的恐慌 于是乎 一些有势之士就纷纷站出来 他们呼吁说 中国政府能够出面 来挽救市场的信心 来拯救股市 因为如果股市长期低迷 那就会影响投资人的信心 也更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果然不负众望 中国政府在一个多星期前 也就是10月18、19号的时候 由央行行长领衔 证监会主席 保监会主席都纷纷出来喊话 希望能够稳住股市的信心 能够提振股市 甚至于第二天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出面 信心喊话 那么到底中国政府 这一番出来救市 能不能有效 能不能拯救中国的股市呢 我们来看一看画面 今天我们就要来分析和探讨 中国政府这一番救市措施 到底有没有效用 其次我们来看 中国股市长期的低迷 到底是因为中国股民缺乏理性呢 还是说中国股市这机制出现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政府 这一番信心喊话 救市作为 有没有效用之前 我们先看一看国外的案例 在与中国临近的日本 在现任首相安倍晋三 他六年前当选首相的时候 他立刻提出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 藉由提振股市 然后刺激国人的消费 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他这一年 这一第一年任内 日本的股市上涨了大约三成 这是一次成功的救市案例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案例 美国在2008年 由于次贷的危机 引发了全球的金融海啸 那前总统欧巴马 他在2008年竞选的时候 他大可以批评现任政府 但是在他次年 他当选总马上任之后 他就得自己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 就在欧巴马他上任一个多月之后 有一天 他就公开的呼吁说 现在是美国人公开进场 买股票的好时机 欧巴马他这个说法 其实是相当风险 并且我们可以说 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说法 因为如果股民们 现在进场买股票 赚了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赔了呢 那是算谁的 其实美国人是相当精明的 欧巴马政府也是经过 相当周密的计算 才会有那一场公开的呼吁 因为就在他公开呼吁之后 一个多星期 美国政府就出台了 一个新的规定 因为原先是说 美国的上市公司 在当季度 如果有投资的损失的话 这投资包括房地产 还有其他的投资 如果投资有损失的话 就必须在该季度的财报里面 认列这个损失 就是所谓的减记 那果然就在四月初的财报季当中 由美国的大银行们 就开始爆出了亮丽的成绩 我们就以花旗银行为例 花旗银行在2007年 由于高度杠杆 操作房地产的结果 那么他在2007年的第三季度 和第四季度 都认列了相当高的损失 导致了花旗银行 认列了损失了 再有100亿美元 甚至第四季度 有180亿美元 就18个billion 那花旗银行在2009年 第一季度的财报之中 由于这新规定 花旗银行就交出了一个 净利润的一个财报 而不再是亏损了 所以由于欧巴马这一场公开的呼吁 就引领了开启了 美国长达十年的一个大流失 一直到今天 所以这一次欧巴马 他这一次的救世作施 其实是这六七十年来 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救世案例 我们接下来看看 中国政府这一番救世措施 到底有没有效用 其实中国政府这一次的信心喊话 这一次的救世 有两个基础 是在有利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 由于三巨头 央行、行长、保监会主席 还有证监会主席 他们都出头了 这三巨头都出头 信心喊话 其实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也出面喊话了 这层级相当的高 所以这个对投资人 应该有一个提振作用 其实呢 因为现在股市在相对的低点 低位 所以政府这时候要出台 出面来拉台股市 这是相对的容易 但是呢 中国政府这一番救世措施 有没有效用 还要看外部的大环境 首先就要看看美国的股市 如果说美国股市 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 走入衰退的话 那么中国股市也很难独善起身 再过来就是在全球的地缘战略之中 这个地缘冲突之中 比如说中东和中亚的军事冲突 有没有再扩大 或者是在中国东面的 像东海南海或是台湾海峡 会不会有军事紧张的情况出现 因为就在一个星期前 美国的两艘军舰就通过了台湾海峡 那当天就引发了亚洲股市的 亚太股市的大跌 所以说 中国政府这一番的救世措施 有可能会成功 但是还是要看外部的一个环境 我们接着我们来探讨 刚刚有提到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中国股市长期的低迷 到底是因为说 中国的股民缺乏理性 还是说中国这个市场机制 这个股市的机制出现了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批评说 股市投资的赚钱还是赔钱 这股民自己要负责任 怎么可以让政府出面救世呢 其实这还要看说 如果说 这个股市这个市场机制 是健全健康的话 它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那当然股民们要自己负责任 但是就算像美国 我们全球所公认的 最健康最健全的一个股市环境 但是当它面临到大问题的时候 政府依然会出面 我们刚刚讲 前总统欧巴马他的救世 就是一个案例 那中国股民长期以来 被批评为 因为散户多 然后散户不具理性 其实呢 这个批评虽然是有道理 但是说实在的 全球的散户 跟机构比起来 都是不够理性的 所以在这方面 也不能够说 只苛责中国的股民 那其次我们刚刚提到说 中国的股市 这个大环境 这个机制 到底是不是健全健康的 我们从两点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自从贸易战开打以来 中国股市点了两成多 如果从今年年初的股市高档 在三千五百多点 然后到跌破两千五百点的时候 跌了一千点 这大约是三成的跌幅 一般公认是说 如果股市跌了两成 百分之二十的话 这个股市就走入了熊市 而股市走入熊市代表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把股市当成 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指标 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前导数据 当股市走入熊市的时候 他就已经暗示了 经济是在走入衰退 或者是正在走入衰退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 中国股市跌了将近三成 它代表说暗示经济应该是衰退 而另外一方面 中国经济增长 在一个多礼拜前才出台了 所谓的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 是增长了6.5% 这个数据虽然比不上 第一季度第二季度 降了那么一点 但是跟其他国外的经济增长 相比较 仍然是非常健康 非常良好的一个经济增长 那么到底是经济增长 这个数据对呢 还是另外一边的股市走入熊市 这个数字是正确的 这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熊市是对的 那就代表经济增长数据是错的 如果经济增长数据是对的 那么就不应该出现的股市走入熊市 这个道理出来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方面 中国的股市 在这几年不断的扩容 也就是让新的公司能够上市 那么新的公司上市 他们上市的条件 在审核机关 比如说证监会啦 保健会等等 你这个证监会到底它的审核 这个文件的审核 资格的审核 到底是不是这些上市公司符合规定的 那其次 就算这些上市的公司 他们上市的条件都符合了规定 但是 为中国股民所一直诟病的就是说 上市公司的财报的可信度 到底有多少 这是一个大问号 因为如果上市公司的财报 不能够取信于股民 取信于投资人的话 那么这个股市就不可能 有一个健康健全的一个发展 以至于 在国外 有相当多的投资机构 相当多的对通基金 他们在不断的做空中国的股市 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 中国上市公司 最著名的就是浑水公司 这几年来一直不断的在做空 中国的在美国的上市公司 因此呢 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健全健康的一个股市大环境 来让投资人们安心的去投资 安置的进场股市 否则的话 这些年来已经有这么一个传出来 认为说中国股市其实是一个穷人的投资环境 为什么呢 因为许多人他房地产太贵了 他没办法买房子 没有钱 没有足够的钱买房子 所以他就投资股市 但是股市 现在如果说他长期的低迷的话 对股民来说 又变成了是一个坑 所以呢 我们是呼吁说 在股市健全机制方面 一定要将股市建立一个 成一个让投资人放心 能够安心投资的一个股市机制 一个大环境 好安定 安抚投资人的信心 也让中国所谓的 另外有一个投资的管道 能够引领从房地产的上的热钱 能够转到股市这个大资金池里面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